有人问我,做了那么多美食视频,会不会下一个不知道该做什么了? 其实经常不是因为没有点子,而是点子太多,犹豫怎么取舍。 比如炒饭,各种食材和调料的组合,你可以搭配出数以千计的不同炒饭。 我接下来就用泰国的这种棕红糙米做一道紫菜炒饭。 这种糙米米热长,味道很香。 先准备点葱花蒜末。 搭配一点毛豆仁。 再来一点虾皮。 而最主要的配料就是紫菜,可以说它是这道炒饭的灵魂。 这种大块的紫菜韧劲很大,不容易折断。 用手撕或者是用刀切,效果都不好。 可以先上锅干烤一下,紫菜容易被烤糊,火不能太大。 用手感受一下锅内的温度,注意翻面。 如果看到冒烟就说明火太大了,大约两分钟,用筷子一夹咔咔作响,这就可以了。 接下来的一波操作特别解压。 趁着功夫看一看视频下方,有一个竖起大拇指的小偷标,您点一下就是对我最好的鼓励。 紫菜并不是越碎也好,太细碎,炒后就看不到了。 打三颗鸡蛋。 鸡蛋差不多是炒饭的标配。 煎鸡蛋一般用油会比炒菜多一些。 我一般是在油温达到华氏200度左右时倒入鸡蛋。 迅速爆炒,时间短,不容易把鸡蛋炒老。 不等鸡蛋完全凝固,就迅速搅拌,这样很容易打碎。 下入葱花和蒜末。 下入毛豆仁,不能左右味道,但可以丰富口感,增添色彩。 放入干虾皮,如果适用干海米也行,但是要实现泡好,切碎。 下入紫菜,拌匀以后,把棕红糙米也放进来。 拌茶匙盐。 紫菜和香油的味道比较搭,适当加一点,特别提味。 这个炒饭如果你想发挥的话,可以加鲜霞仁或者是其他蔬菜。 拌匀以后就可以出锅了。 相信用紫菜炒饭的人并不多,下次您不妨试一试。 保证风味十足,超级好吃。 感谢您的观看,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,这里是上师厨房,我们下次再见。